是自己。 回到前往府时, 天锁彻底地暗淡下来, 对于最先楼和杨明月的事, 丽太不觉得有着急的必要, 眼下还有一个更着急的事, 等着自己, 今天的万物锦囊还没开呢。 吃过了晚膳, 丽太独自坐在屋中的榻上, 从袖中拿出了万物锦囊, 轻轻抖了抖, 自言自语道, 灵山的、南海的、花果山的、流沙河的, 都显显灵啊, 我要河弹,河弹。 啪哒, 很快一个东西从万物锦囊中掉落而出, 丽太低头看了一眼, 眼眸一亮。 果然还是自家人靠谱。 物品, 珍珠手雷, 数量一颗。 好东西啊。 丽太嘖嘖了几声, 记得以前查到过关于这款手雷的资料。 简单直白地说啊, 就是现代版的暴雨梨花针。 烹得一声炸开, 里面运藏的三千五百颗小钢桌, 就会四处飞溅。 去引爆中心五米开外的地方, 都可以轻易地穿透一个厚度为两毫米的防弹钢板。 足见这款手雷的恐怖威力。 可惜就只有一颗。 李太叹了口气, 一边握着手雷再掌心抛起来又接住, 然后再抛起来, 一边沉思着。 这玩意儿鸽子大糖能有什么用啊? 好像用处不大呀。 就在此时, 李二走了进来, 看到他手中的珍珠手雷, 困惑道, 清雀, 你手中是猴啊。 我在外面捡到的。 李太眨眼道, 用来砸核桃。 说着, 他从桌上取了一个核桃, 扬起手雷, 重重地砸向核桃。 哼, 伴随着一声清响, 核桃四分五练。 李二看得一阵无语, 美好气道, 整天不是砸瓜子, 就是砸核桃, 你就不能用点别的想法。 李太打着哈欠道, 啊, 别的想法, 我有啊, 我现在要睡觉。 李二无语啊, 看着李太躺在软榻上, 没多久便进入梦乡。 李二扶着额头, 不知该说什么。 这小子, 除了当皇帝时不一本正经歪, 干别的事啊, 真的很正经。 李二摇了摇头, 替他将屋中的蜡烛吹灭, 轻轻掩上门, 至于砸核桃的那颗手雷。 李二觉得那玩意儿好像除了外表看着不错, 跟石头啊, 没什么区别, 脸不放在心上。 一日清晨, 天刚蒙蒙亮, 庭院中的李建成, 李二李元吉正合着粥, 忽然看到李太精神奕奕地从屋中走出, 不由神色一争。 李建成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惊叉道, 这太阳没从西边出来啊。 李太看了他一眼, 说道, 废太子, 你什么意思啊? 李建成好奇道, 陛下, 你以前这个时辰可起不来啊。 今时不同往日, 李太别嘴一笑, 手掌一抖, 两颗珍珠手雷从袖中滑落了出来。 就在刚刚啊, 他醒他第一时间, 便拿出万物锦囊, 没想到竟然再一次爆出和昨日一样的东西。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今天要走好运了。 三人也看到他手中握着的两颗珍珠手雷, 李元吉好奇道, 陛下, 这是何物啊? 此乃国之利器。 李太语气毋庸置疑地说着, 然后拿出两核桃, 当着三人的面, 左右手同时握着手雷, 猛地拍在核桃上, 砰砰, 两道脆响同时响起, 核桃四番五裂露出里面的核桃人, 李健成李二李元吉, 三人是一脸的无语, 你管开核桃的这玩意儿叫国之利器, 这一小子整出的词儿啊, 是越来越新鲜了。 走, 上场。 李太不理他们脸上的表情, 乃声乃气地说道, 跟他们说手雷的作用, 是不顶用的。 他们仨, 虽然在大唐是黄昼身份, 但眼界还望不到未来, 除非当他们真正见识到手雷的威力, 但舍不得呀, 这玩意儿用一颗少一颗, 虽然今天起来得早, 但相较于上朝的时间, 还是晚了许多。 李太坐在马车上赶到太极殿时, 发现满朝文武已经位列两班, 正百无聊赖地 彼此小声说着话。 陛下下道! 在审恋大喝一声下, 文武百官瞬间来了精神, 齐齐直起摇, 看向殿外走进来的李太, 连忙坐一, 异口同声道, 陈腾! 拜见陛下! 免礼平身! 李太嘻笑着走到皇位上, 冲着文武百官挥了挥手, 让他们起来。 百官抬头望着李太, 心中欣慰不少, 今天陛下竟然只迟到了小半个时辰, 比以前那进步多了。 而此时, 审恋大声道, 有事早揍, 无事退朝! 臣! 裴记! 有事起走! 忽然, 裴记大步走了出来, 李太压然地看着裴记, 今天这老头怎么这么积极了? 语气困惑地, 裴丞相, 你儿子伤好了? 裴记呀, 搂脸一黑, 虽然把裴律师那臭小子打得吓不来踏, 但仍旧难解心头之汗, 现在听到这个名字就来起。 抬头看着李太, 深吸了一口气道, 臣带全子, 谢陛下挂念之恩, 老臣在朝为官, 家中之事再大, 也比不了国事。 李太后奇道, 什么国事啊? 不只是他, 满朝文武都好奇了, 裴记缓缓从袖子中掏出一份圣旨, 神色凝重道, 陛下不赏黄油纸。 早上他经过深思熟虑, 这份圣旨不能再拖了, 今天早朝一定要宣, 再不宣执啊, 再不把小皇帝的胡闹秉性压下去, 还不知会闹腾出什么大额子。 而此时, 听到裴记竟要宣执, 文武百官浑身一震, 连忙齐齐作义, 李太惊奇道, 你竟还有黄爷爷的旨意啊, 黄爷爷写了什么? 裴记神色促然道, 无赏黄说, 陛下年幼, 当以读书为主, 即日起满朝文武为陛下之事, 带夫子授读课。 李太眼瞳一宁, 哼, 就我读书? 老子没穿越前, 从小到大不是在读书, 就是在读书的路上, 穿越不是当皇帝, 还读书, 读个屁, 他妈摆脱了未来的九九六, 回来又要听你们讲课, 我看起来有这么闲的吗? 满朝文武却是神色异形, 小皇帝坐上皇位后, 就没有安胜过一天, 若是能借此机会, 能避免小皇帝再胡闹, 与国有利呀。 陈等, 谏谏尊无上皇圣旨! 一时间, 以萧宇陈淑达为首的百官, 齐齐一口同声道, 然后, 大家都看向了李太。 李太笑了, 声音稚难道, 既然是黄爷爷的话, 那自然要听, 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听话, 尤其是听长辈的话。 李建成李二李元吉, 目光古怪地看着他, 这呀, 话说反了吧, 听话, 听个屁呀, 我们仨难道不是你的长辈, 你呀什么时候听过我们的话了? 裴继欣慰一笑, 陈声道, 嗯, 既然如此, 臣以为当于今日早朝开始, 有老臣和封丞相, 宋国公, 江国公, 先教陛下读书。 好。 李太眨眼道, 你们打算教什么? 裴继笑道, 哈哈, 沉教论语, 李太乃一声乃气道, 论语学尔篇第一, 子曰, 学尔时习之,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孕, 不亦君子乎, 其为人也孝替, 而好犯上者, 先矣, 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为之有也。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孝替也者, 其为人之本矣。 紫曰, 小言令色, 贤以人。 整整半课钟啊, 李太早言至内, 语气不急不缓地念着论语全文, 裴继抚着胡须欣慰一笑, 陛下果然听话, 真的读书了。 然而裴继却越听越不对劲, 不仅是他, 满朝文武, 目光不可思议地看着李太。 万可忠, 李太把论语全文快背完了,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 李太竟然会全文背诵论语。 看着还在侃侃而说的李太, 脾气脸上的笑容, 僵硬了。 小皇帝能这么流畅地背诵论语, 那自己还教什么? 就凭这一点, 小皇帝就足以除诗了。 裴继有些凌乱, 这跟想的不一样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订阅。